我會講幾句話, 我會講幾句話, Gregory Palamas。 Gregory Palamas, Palamas是他父親的姓, 他在學校中最優秀的學生。 他父親是皇帝之下的大臣。 以他的未來來講, 他會有很大的成就, 不管論他的知識和他的家庭, 但他沒有選擇從政, 反而成為一位修士。 這是一個很大的故事, 在那裡, 聖母遇到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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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母遇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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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我們教會的網站和影片中, 您可以找到《貴格利益派拉門》很多的故事。 對於《貴格利益派拉門的神學》很重要。 為什麼是很重要的? 因為它是本質。 為什麼要成為好的? 什麼是好呢? 是否只是仿效耶穌基督? 是否只是仿效一些規條? 是否只是仿效耶穌基督? 《貴格利益派拉門》說, 不, 我們並不是仿效, 而是真正的與神合一之內, 而是真正的與神合一之內。 而不只讓它更明顯, 因為我們參與耶穌基督的光, 我們成為耶穌基督的光, 成為耶穌基督的光。 所以, 本質不是只是一種內在的行為, 而是一種改變, 一種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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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改變。 因為很多人都不理解, 因為很多人都不理解, 他們都會說, 噢,我會這樣做, 我會這樣做, 像一個修士般的生活, 但他們並不是修士, 我會講述到神的道, 神的道, 一種改變。 這些人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 他們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 那裡, 沒有最高的祈禱, 而是祈禱與其他人, 在耶穌基督的祈禱。 如果我們所有的祈禱, 都會超過激烈, 這是非常大的錯誤。 這是最高的境界, 沒有比這個更高的。 從另一個角度, 聖格格爾的教授, 曾經說過, 神不是只有一個神, 沒有能力, 而是一個神, 沒有能力, 而是一個死的神。 他們所講述到我們所認識的神, 而是一個神能, 而是一個神能, 而是一個神能的, 而是神能, 而是一個神能, 而是神能中參與耶穌基督, 而是神能, 而是神能, 而是神能中參與神的無所謂。 祂也臨在世上。 在世上, 在宇宙中的宇宙中, 我們會看到神的存在, 神的無創的能力。 神的愛, 在宇宙中, 是很重要的, 神不是, 神在宇宙中, 並開放在宇宙中, 運動、工具, 而不斷於世上, 而只要把一些人 和一些淚。 這些都是非常糟糕的事。 神是獨自生活的, 其他人如同機械式的運轉運行。 所以,神的能力, 是讓宇宙有生命, 我們會看到, 晉升也能活該, 當我們現 Ottawa看到神的力量, 我們會看到宇宙的ale Quant, 使我們是以神的能力, 所謂宇宙的神力類再生存。 我們以神的方式來看見真正的神的光。 以人民的社會來講, 他們都渴望這類的神的光。 中國會講到氣,這個能量。 我不能說氣就是神的能量, 但我不能說氣就是神的能量, 但我能說氣就是神的能量, 但他們渴望神的能量, 他們渴望神的光, 神的能量。 而他們的能量, 並非能量, 而是神的能量, 而是能量, 而是神的能量, 而是神的能量, 所以我們不需要透過瑜伽來感受這個啟蒂, 看到亮光。 如果我們藏著神的能量, 在神的能量, 我們會看到神的能量, 在神的能量, 並且在神的能量, 並且在神的能量, 並且在神的能量。 會發亮。 願三位一起的神保守我們。